如果我們臺灣這邊是來出現到 第九雷比較進的個案 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路上 他的王子在武漢江州 一月中旬回到臺灣 十天後才稍微掃到老品水 因為不符合到通募的條件 所以不來通募 結果跟拜託為替太太 現在身心好了 太太是你的家裡北方在治療 專家現在最初的擔心的是 這個武漢危險 經濟的政策 和感冒很受感 這將會是風雨上白的江湖的所在 但是不合同時的通報定義 不算是確定的案例 現在這個作弦死的已經好了 確實被捏給他們 這已經是全台灣第一件出來感染 就驚說如果不死人變成社區的感染 醫生也聲明說如果無症狀 很難發現這人鐵線民眾 一定要有良心 為中國、香港、歐盟等台灣無症狀的人 要組織健康管理出門要掛水暗 另外十四天來有五百里有數的 出現發生或是負協度感染的人 如果十四天來 中國立委有危險的人 要甲疫救日日馬上通報 鳳姐的情擴散無分 你跟我 可是 火薩小ow 出現 痴 也有指控來